谢谢bro 18为你打江山 这盘我是为两个粉丝打江山 是个什么情况呢 因为单独为他们打的时候我都赶掉了 然后他们又比较穷 我也不忍心看着我的粉丝回家跑道 所以我决定自己起一套装备 带两个人一起来实验室 我拿的是一把蛮格的M4 温地头 6级小黑甲 背了个棺材包 好给粉丝装东西 这套装备大概在120万左右吧 标标准准的全装出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8这盘究竟能不能让他们肥肥 差一局擦个油 遇见敌人不发愁 把粉丝藏好后就准备开始续战斗 来到花梯 听见有个人在上面 根据18打法法则第一条 居高临下一手难攻只能绕道而行 18从不打没把握的仗 听见没 预备有人在跑 这盘我想稳一点 想带两个粉丝肥肥出去 所以想先摸一手这个人 摸到这边的时候 头顶上又来了两个人 摸的这个人在我的直径前方的右边 很尴尬 金主枪把直接偷掉 立马回头怕楼上的人直接下来打我 听见他们还在头顶赶紧去舔个包 装备还不错 一把MK47 五级甲 一个不错的头盔 听见有人破窗 因为我准备去找他们打架 所以先给粉丝买套装备再去打 万一我赶了 他们还有套装备 可以继续战斗 就在我丢装备的时候 我旁边来敌人了 跑过来一个 南车里面还有一个 应该就是刚刚头顶的两个人 好的 没人好 抓到门框了 往后拉扯一下 我不想被逼在这里面 给我扔了克雷 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拉扯一下 没有打掉 不过没事 这个时候我选择绕到南卡后掌去攻打一波 通过扔雷逼走位 让我们知道敌人就在我们的左边近点 还有一个在南旋 这种情况我肯定是冲不进去的 所以我来了拨大展的架枪 同时架两个地方 随机一面拿枪打 这也得需要一定的自信才敢这样架枪 好的 没有打掉 他向我扔了一颗雷 赶紧躲一下 好家伙 这个人给了我个机会 让我做掉了他 不然这样僵持也不好打 这个时候就只剩南旋在一个人了 后面他跑了 我也是一直在找他 终于发现他在这儿想应我 被我听见了他的台枪声 于是开启了一波战斗 吃什么 惊喜 那是什么地方 呢 当明是在赌钱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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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好家伙跟我绕是吧 直接被我腰射打掉 都是跟贺哥学的呀 腰射这个东西 你要想玩好这款游戏 必须得去学 战斗后的喜悦 当然是舔包了 然后给水友送包快递 准备继续去搜刮 要想一个人把两个人的包都装满 那还是得费点功夫的呀 来到皇家的时候 发现有个玩家被AA干了 搜刮整个实验室 撤掉了一个玩家 打了些AA 还捡到了一个棺材包 那这盘我们三个都是棺材包了 最后还得辛辛苦苦的 给粉丝整理背包 这盘基本上把两个包都塞满了 四个玩家的枪都给了他们 一人背两把 有个人背了四把 我觉得这盘算是很成功的一盘了 最后还一人甘了平 820的思九香香撤离 18每晚在抖音直播 想参加18为你打针的活动 可以来直播间 记得给18点个赞哦 下期见